日本主战派创造了弥漫仇恨与恐吓的氛围 温和派静若寒蝉 任何反对人士马上被扣上背叛军队 以及外国人走狗的罪名 在弥漫着狂热和暴力的氛围中 出现了一个想大开杀戒的狂热分子 这个火上加油的人就是新任的陆军大臣 荒漠征服大将 他利用媒体攻击仍然存在的国会制度 这支叫做围邦的宣传片 再三强调现在不是享乐的时候 荒漠觉得民主派人士完全不了解日本面对的危机 这个小女孩象征了日本的重生 父母出去跳舞玩乐的时候 她都在努力工作 她当然也觉得士兵在满洲 是为了祖国的利益而战 但满脑子西方思想 而且不负责任的双亲 从业总会回家时把她撞倒了 这个象征新日本的小女孩 透过自身的苦难 强迫父母负起责任 宣传片要一般民众 屈从英勇军队的要求 你说你这方面的证明 你这样的证明 我这样的证明 我先证明 我先证明